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3日 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 来谈谈胡春华 新华社报道 胡春华到了哈尔滴 9月13日 到哈尔滨去做什么呢 到哈尔滨去实地督导 丘粮生产员务 因为总共现在 搞这个在全世界 和美国争霸 这个没有获得成功 反倒失败 遭到了这个国际社会 以美国为首的 自由联盟的 危罪堵截 所以现在改革开放大门 关上了 没有办法 自愚自乐 退到计划经济年代了 凉荒现在 看来这个离中国老百姓 是越来越近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 甚至有个省呢 甘肃省好像 还提到水货 凉荒是头等大事 早在两年前 我记得就在一个节目当中 本人曾经提示过 因为以前这个粮食供应 主要靠进口 从加拿大美国 进口了很多粮食 国内的很多土地 这个 如同这个黑龙江 这个一样 这个各地的官员都在搞房地产建设 大兴土木 大搞洞签 洞签 土地到着之后呢 可以给这个 和这个 这个企业家勾结 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勾结 然后 从中于理 所以说很多的这些 这个土地都已经破坏了 尤其是老百姓的宅基地 很多老百姓的房散呢 都被抢夺 对农田的破坏呢 更是十五千里 此外还有这个土地的环境的污染 等等 所以说粮食生产呢 一旦是把这个改革开放大门关闭了 你从美国花钱买 人家不卖给你 假如这样的话 那肯定麻烦就大了 因为吃饭头等大事 你不能靠这钻头网块 靠这个高楼大厦来吃饭 是不是 所以说 中共这些极权统治者们 赶到了危机了 于是呢 这个当这些 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 他们需要团结 所以尽管你看 江派是共青团派的 还是西派 不管什么派 如何的斗 但是 他们还要 维护团结 还有什么 还要关起门来 自家兄弟 这个 到各地走一走 那自然而然 这个能力比较强的 在党内算是 戳着里面把高个 在习近平 这个吴大郎开店的 这个人事体系当中 不得不重用 这个胡春华 所以胡春华 现在是忙得一头汗 跑前跑后的 全国各地走回遍 现在又来到了 这个黑洞江了 我一看到胡春华 这个到黑洞江的消息 被这个新华社报道 我就 这个 有点就是 比较激动 这么激动 上个世纪 本人经常去 这个黑洞江上采访 接触了大量的 大批的 这各级领导干 那时候没想到 有一天成为异议人士 流往海外 依据这个加拿大 没想到 所以那时候和当官的交往 都是非常 这个 密切的 非常熟悉 他们也不需要隐瞒什么 我也不需要 这个 做什么 这个 那么一本正经的 所以知道很多 真实的情况 这个土地对黑洞江来讲 特别重要 黑洞江是黑土地 非 就肥沃的黑土地 而且黑洞江人 这个比较能干 能吃苦 但是非常可惜 过去那个年代 各个省市都是 都是搞着房地产开发 龙头企业带动经济 就靠房地产 所以 种田不赚钱 再加上 花钱从这个 美国加拿大购买 这个面粉 这个 这个 稻米啊 这个 都非常方便 所以说 忽略 这么多年 忽略粮食生产 或者是 直白地讲 老百姓觉得 端起碗了就有饭吃 现在看来 不是什么回事的 所以说 这个习近平也很着急啊 我估计习近平也很后悔啊 因为太地能了 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又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胡宗华也知道 他没有本事 但是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这种政治体制 你想 习近平掌控了军队 又掌控了警察 你胡宗华最有本事 你也得老实听我的 是不是 为什么胡宗华上一次到陕西 去考察 他还去拜访了梁家盒子 他不知道梁家盒子 笑话吗 是不是 这个还搞梁家盒子大学问 那胡宗华肯定看不起 但是没有办法 象征性的啊 表示表示 我对你顺从 那么胡宗华现在 可以这样讲 从表面看 受到习近平重用 但是一方面 习近平派他到各地去 这个补漏啊 补短板 抓那些最苦最累的工作 另一方面有 这个安排啊 他的小兄弟啊 陈敏尔 陈敏尔安排他的大秘 刘其凡 在内蒙古 打搞这个 内斗 搞这个选择性的 反复背 把胡宗华的底细 一个个都关到监狱里去了 包括官员呢 企业家啊 这个等等啊 胡宗华估计 肯定迟到 你想胡宗华 干了这么长时间 走了这么多的地方啊 两次进藏啊 西藏 又在内蒙干 又在这个广东 又在河北啊 那肯定是 精明的很 但没有办法 所以这次胡宗华也是 这个因为他负责三农嘛 所以就前往这个黑龙江了 从网络的消息讲 是讲什么六文 六宝啊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际上不是 这都是假的 确保别饿死 因为你真要是和美国要开战的话 你首先在解决这个吃饭问题 对吧 你十四级人口不是催牛的 这个每个人都要吃饭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是不是啊 刚才讲到这些年代忽略了这个粮食的就生产了 习近平为什么提出接约粮食 那就是因为粮荒来了嘛 他要做这个样子 另外 夸大其次讲到粮食的重要性 限制粮食 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控制老百姓 你要想吃饭 你再靠我 靠党 这样把你捆绑进来 这也是一种统治手段 其实习近平在粮食浪费方面 他是一个负面的典型 你看他请经 金正恩吃饭的时候 挥复多少钱 一带一路 挥复多少钱 他的家族搞了多少钱 是不是 所以这些东西 什么 什么这个节约粮食啊 还讲几句古诗啊 都是忽悠人 骗人的事 是吧 那当然还要谈谈胡春华 胡春华这次到了这个 哈尔滨啊 这个道理区啊 北大荒 农肯集团 建三江 奋公司 这都是一些粮食生产的一些 一些重要功能 主要是什么呢 这个黑龙酱 主要是苞米 高粱啊 大豆 特别是在中枢边境啊 中国俄罗斯 俄罗斯边境啊 那个那边大豆生产 那好多地方我都去过 和他们关系都比较密切啊 这个特别是黑河那一代 我更熟悉 原先那个市委书记 于晓冬啊 那和我当年 那绝对是铁哥们 那几年工作上啊 后来中断联系 但是 那个时候我接触了 这个很多的官员 他们对这个粮食的重视 重视程度啊 我认为都已经忽视了 现在可能是重新把这个问题 拿出来啊 因为现在既然是计划经济了 那肯定是领导安排 上面安排 这个有些 这个可能房地产项目 烂尾工程就退到了 然后恢复土地 重新种田 种什么 收获什么 种完又卖给谁 那可能都是领导上面说了算了 这样也加强了 这个地方领导干部的权利了 所以说这胡春华去了以后 主要是安排这方面的生产 他这里报道讲说查看什么 秋凉的生产 黑土地保护 这些东西实际都是个长期的功夫 你考一两年 你怎么能够休养生息 那土地都祸祸了 有些土地原本是种这个 这个粮食 就都改成种的药材 甚至添加一些东西啊 就往土地里边整啊 整的土地有的是 已经要想恢复到原始的状态啊 已经很相当困难了 所以胡春华的任务检举啊 这个文章当中引用胡春华来讲说 他胡春华指出说秋凉战 全年粮食总产量了七成以上 必须以钉子精神抓紧抓好 确保秋凉全部丰收到手 的确是这样 如果你要不把这个粮食尽量搞多一点 一旦和美国开战的话 或者给印度开战 怎么办 你首先有粮要保证前线的士兵吃饭 是吧 士兵既然在打仗 也不可能抓生产了 搞不好就坐吃山空 你从海外进口 美国不给你 加拿大也不给你 因为习近平四处树敌啊 得罪一大批人 到处都是敌人 所以不愿帮他 所以说他将来这个很简单 非常简单 所以胡春华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到那地方去 尽最大的努力吧 这个安部就班的啊 这个谈谈这个粮食生产的问题 这里想到什么 说是要这个落实啊 这个抗贼多丰收措施 因为今年这个天在人活不断的 由于这个武汉新冰病状 冠状病毒死的人呢 太多了 很多人死的不明不白 有的死掉以后 连数字都没有加进去 所以冤魂不散 阴气太重 所以造成这个洪水啊 泛滥成灾 这都是一个警示 但习近平不想这个不想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你把这些真实数字不管多少都应该告诉老百姓 给人补诅 给人赔偿 上映道歉 认罪 马上这个就是风和日丽了 天灾主要是天弄人员造成的 但是他没有悟性啊 是不是啊 有了悟性他出于自私他也不愿承认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所以肯定有天灾 有了天灾粮食生产就成问题 那么胡春华要讲到 因地质一刷好农业灾后生产恢复 这个相当不容易 你想手里都没有钱 你怎么去恢复生产 是不是啊 到处都用钱呢 这个的确是个大问题啊 而且在讲到什么 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啊 这个汗烙对秋两生产的影响 现在不仅是烙 不仅是烙 还有汗的问题 还有什么台风的问题 特别是黑龙江啊 那问题多着呢 所以说做好秋两各项准备 组织收获积聚 仓储烘干设备 及时开展 作业 确保壳类归藏 你壳类归藏 还有个问题呢 干部从中挪用 贪产 军吞 因为政治体制不改革嘛 那当官特别基层那些 这个乡长 镇长 村长 黑着呢 有些呢 黑龙江省边缘的小县城 我听说 你法院都没法打官司 为什么 亲戚套亲戚 打这个官司 连一连都是亲戚朋友 和老同志老朋友 有的时候 干脆就搞一组的席 喝点酒 完了 互相之间 让让步 就把问题去解决了 因为什么 太小了 那个地方 小地方 这个 盘根错节 人事关系复杂呀 群的关系 所以说 如果你深入到那些边缘的小镇 去看一看 你感到警探 地方政权已经严重的黑社会化了 真的 几天就也讲过这些故事 所以胡春华去了以后 那这是压力比较大 其中还讲到要加强气象 这个为农民服务 提早落实 早霜 寒露 风 等防范措施 确保 这个失气收获 你想这些东西都需要这个什么 老百 需要当官去领导老百姓做 而当官不是一人一票选举的 不是民主产生 上级人民下级 下级给上级送礼 送完以后 下级再去勒索老百姓 否则你当不了官 这种体制 怎么能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胡春华也没有办法 胡春华这次不过挺辛苦 走得挺远 我看到加弥斯 同江 敷衍 考察边境经济合作情况 这我都去过 那确实离俄罗斯很近 这个阿姆尔杰特 布拉格维什斯克 本人都去过 憋冒在这个黑龙江也非常重要 当然这是另一个异地了 你看胡春华去 处理这个粮食生产问题 还负责边境经济合作问题 这说明什么 习近平不得不重用胡春华 但重用他也放一手啊 因为离这个二十大还有两年嘛 习近平经历搞内斗 正在人事布局啊 不想推下来 搞中生制 那肯定要对胡春华既使用 又要警惕 又想外面怎么能把它排挤下去啊 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冷战将是长期的话 中共统治还延续 那么老百姓将蒙受巨大的灾难 将来粮票肯定要恢复 那么胡春华能不能在党内站得住 我认为也是个问题啊 那今天的海外期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